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宏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 我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我是拿白的 一開始雙方是下這種對角的佈局 那 這棋左上 黑棋先掛過來 那我反掛他左下好了 走一個高掛是因為我覺得 黑棋如果說立刻脫退 那在小跳的話這個位置有點扁 所以他這邊應該就不太會在小跳 可能會改用飛之類的 假如說他脫退啦 因為脫退畢竟也是面對高掛 最常用的一個定式 所以 就有這樣的預期 他可能會改用飛的 因為在一間跳真的有點太扁 當然也不是說 一間跳就是多插得起 還是完全可笑 那我這邊就簡單拆好了 那他 有可能會左上飛壓 飛壓 我就 爬完跳好了 這邊 左邊直接拆 我覺得也是蠻大的 如果不拆 我可能會掛過來 掛一個他可能要飛 那這樣 我如果能交換到一下 顯然是 挺舒服的啊 果然立刻就 然後 布了一手 布了一個 那我這邊 有打路的可能性嗎 打路 他靠 我在跨 跨完斷 這個 打路完跨後斷 然後這邊挖一個 有沒有這種東西啊 等一下再來想好了 我先掛這個 這邊尖也是很正常一手 這樣的話我這邊貼跟 這邊飛 有點兩邊走 沒有辦法都走到了 我如果貼他就可以飛壓過來 我現在是有點想要貼啦 貼完下一手再K進來 打壞他左邊模樣 然後再加上這邊好像打路 好像還是有點東西 直接先貼過來 那 他有 他非常有可能會這邊 飛 飛壓 喔對 果然這邊飛壓了 那 我就可以繼續這邊過來 哇 這邊 可以考慮打路啊 打路要怎麼打 打在這嗎 打在這 瞄準下一步有飛點 不過打在這邊他也有可能會跳 那我再跟著跳出 我是覺得很想要打在這個位置啊 雖然不知道好不好 不確定 那他這邊也蠻有可能會去直接搬的 搬我就搬 然後他長 我再跳出之類的 總之我就是先把他左邊打散掉啦 然後打散同時 瞄準這個有沒有可能再打進來這個 這個 果然立刻搬 那我就搬 長的話 這邊是蠻想刺的啦 不過這個刺 刺效果怎麼樣 他應該會貼 然後我就藏進去 然後他變得有可能他下一手會直接反 反反包我 對阿 你說刺他一下他貼 我這個也得立吧 然後他等一下可能反包過來 反飛過來 我就有點局促 我是不是應該要先跳 我感覺我應該先跳 那下一手這邊再刺可能就 比較能搞他 這邊斷應該是還好 我就 尖下面 這個針子 針子應該也是白起有力 右下的腥味是我的 那他這邊如果要簡單這種拐 簡單這種拐 我應該也就 就拖線就好 再打好像也沒有特別痛 喔 尖刺這個 尖刺這個低桿是蠻俗的 那他的意思是 喔 果然是要拐 不過他意思可能是我如果要在場的話 他就要直接照過來 喔 這麼兇喔 確實 這邊他是很有可能直接照過來 不過我就不應他 不過這個不應 這個打我剛才好像說 好像也不是特別痛 但是他真的不痛嗎 這個打好像還是蠻有力量的 還是我先問他這個 不過他這個大不了就頂而已 這個小case 因為我現在這邊厚了 所以這邊刺好像也不是太重要 這我敢藏嗎 真的照過來 不過重點是藏他還會繼續壓你 下一手這個二路斑也是很大 應該說更大了 我如果藏兩下 他再多貼到這一手 然後直接照過來 我裡面 就算能活 也一定也是非常局促 非常局促 不太好 然後這邊的利用 我在想 有沒有可能用尖踢的 就是先尖踢一手 然後他 有可能尖或立下 我再來點 不知道怎麼樣利用會最舒服 不管了 先下這邊好了 還是跳出 喔他是用斷的 用斷的那就是他要提掉了 因為我們可能抓這個時機去沾這個 沾他提掉 然後我這邊再搞 搞點事情 沖完打過來 好像也只能抓兩顆而已 沒什麼意思 他就棄兩顆 好像搞不出花樣 還是說我可以用跨的 跨完斷被他打死了 沒有用 所以沾被他提的話 我這邊真的是沒手段 斷 單斷他也是跳加一個 沒手段 那我就 沖池 好像可以繼續吃耶 就沖完 接這個的話他提掉 我沖完打吃 然後 提掉之後可以繼續斷 這樣可以一路刷掉很多紙 但是這邊 沾的話 變成說他提掉之後 後續這首擋還是很大 這怎麼選擇啊 到底要不要貪吃這個棋子 7 6 5 4 3 還是算了 我覺得不要貪吃 因為我沾他這個沖 他也不一定要擋 他也有可能用跳方的 這樣我就是只吃下面這顆紙而已 其實也不大對吧 我從打入開始的這一串 好像談不上理想耶 好像確實不太理想 而且他這邊 已經被他抓掉一顆了 然後他那邊拒後 我能不能利用這邊打進來搞事情 7 6 5 4 3 2 好像真的不是很理想 我這個再打進來 我是強調這邊有跨的手段 然後 這邊 他這邊 譬如說被我尖進去 可能也不是太好 這樣子 對我可能還是要從這個 打入來著手 因為他剛才這個點 他這個尖一下 跟我交換還是蠻虧的 他剛才應該不要尖啊 他就單拐就好了 單拐我也是 怨頭痛 還是說他單拐怕 我先一步震過來 這就不知道了 反正先下這邊再講 他直接飛 直接飛我真的能不能直接跨 跨這個我覺得還蠻有力量的耶 我覺得必須 把他抓起來 這大家一起跑 否則 如果只有我自己一塊在這邊跑 那肯定不行 自己一塊在這邊跑 然後人家都圍得扎實 然後這邊也很厚 那 那那你跑個什麼意思對吧 一定要把他抓起來 然後大家互跑 這樣 局面才有得完 喔 這 黑棋斷線了 好 那黑棋回到棋盤上了 這邊 這邊他的下法 我是覺得好像夾比較好 喔 果然是用夾的 這我可能等一下就直接虎過去 這段 這裡面這個段的變化 有點複雜 假如說他擋我斷 他假如說沾外面 這裡面 哇 這個 應該是有結論的 但是我一時忘記了 好像黑棋不會死 所以我想說就是直接單虎過來 擋我單虎 不過他也可以搬完 搬完一下 但是我這邊肩有個先手 所以可以吃他 不過這樣自己這塊 又有點薄 但是我想我這塊 我這邊 首先下面這邊有一些根據地 然後這邊中間點 也有一些眼味 我就想說那塊其實 好像沒那麼薄 這東西我記得 段 他就補在外面 我好像搞不動他 所以我就想說 單虎過來就好了 對 因為他這邊打次 有個先手的情況下 這裡面好像 是吃不了他的 如果沒記錯的話 現在開始獨秒 單虎 那他 會搬嗎 還是 就自己 自己繼續跑嗎 我這下面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手段 譬如說拖一個之類的 他如果要強硬足度 我可以從中間打斷他 喔 有沒有這種東西啊 下面拖一個 斑 斷 打過來這樣 好像有可能耶 不是不可 不是不可能耶 喔他這邊非常老實喔 那當然還是強調 下一步要斑過來 那我這邊 我這邊還是就連絡一下吧 用跳的會不會好一點 7 6 5 4 算了我覺得就長就好了 這下面拖到底有沒有東西啊 不過他好像 撞斷 不過撞斷的話他就是讓我下面根據地很大 我覺得他這邊連一手 是本手耶 我覺得他這邊連一手是必須的耶 這樣我就跑中間 繼續尖 因為不連的話我好像可以 拖這個去搞他 就假如說他自己這個也是 也是沒有根的話 被我截斷 那他自己這塊 好像還比我更薄 因為我這邊非常厚 就等一下 見機行事好了 這黑騎好像也是相當慢騎的 相當慢騎派的 3 2 走的 1 比較謹慎 還有兩次讀秒 哎呦他竟然直接脫先了 直接脫離戰場 這個是我沒有想到的耶 居然直接脫先了 直接脫先我感覺應該不太好 9 8 7 1 6 5 4 4 3 2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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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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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6 6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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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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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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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只能繼續往前跳 傻傻的往前跳 靠這個好像真的太秀了 秀不出來 打吃他有可能會立下 7 6 5 4 3 2 1 不會下了這棋 先往前再跳 他也就一路跳下來 這個雙方的得失到底怎麼樣 我感覺這棋我不太理想 我這個直接去拖斷他太急了 因為這個一路這樣跳下來 他佔據的這個面明顯更大 我跳的他這邊是不毛之地 這大家一起跳 那他跳的這個面明顯是更好的 哇我這棋 壞了這個東西 這棋好像壞了 四 三 二 一 喔 接個時間了 不知道下哪裡了 啊我這棋把他拖斷還是下的有點太早了 我這樣下還不如一開始直接 直接跨斷然後把他 打完虎 打完 打完貼過來對不對 刺我一個 這我能不能有充斷過來的可能性啊 開始在想一些怪招了 九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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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想一些怪招 結果被他直接刷斷 喂 不會吧 也有可能 哇他這邊直接拐過 直接拐過變成我這邊有一個後門可以回家了 衝完斷之後搬完連搬 這邊我是有一個後門可以回家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來衝斷了 還真的行 是嗎 哇我這棋越下越變態了 衝過來 唉唷 這我是不是甚至還能不能沾著一下 沾著一下他回去殺我擋住他斷 然後我反手 把這棋掉 越下越變態 唉唷 能不能沾這一下 好想沾喔 天啊 五 四 三 二 一 我就先拼這一下吧 把他沾過來 他如果刷過去的話 那我再從這邊衝斷他肯定不行 唉 他是不是沒看到 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嗎 喔不過回家這個也只是單關聯絡 他這個衝斷我 還是有點價值 我真的能不能先搬到一下 搬他就雙 喔我可以立一下那還可以 9 8 7 先搬一下是肯定可以的 先搬他這被我立就死了 所以他 第一步肯定要先 先搬這個 那我就直接打下去 對啊我可以直接打下去啊 哇這邊我就 越下越狠了 如果只是單衝過來 單關聯絡 不能滿足了 就直接這樣刷過去 如果這樣硬開解他也有點太勉強 所以我就這樣直接沾住 我這是帶著木聯絡的 等於說我是帶著木去聯絡 因為他現在這邊馬上有一段 所以他 他也要連結要雙 那我再煎 煎完 喔 他用貼的喔 貼的我 這段上去應該不太可能 不過這樣子就是留一個 留一個結的樣子 他這樣一路有個撲 7 6 5 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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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衝完這邊還是有鋪 夾到我也是要一路斑 然後他再連我這邊斑 這邊留一個鋪 不過他這個結他也有風險 提過來再提他自己也是有風險 我這邊把他刷斷應該還是有點價值吧 甚至等一下 欸搞不好他整整條有沒有 9 8 7 開始打他這整條主意 5 這個是有點扯遠的 3 2 1 欸 他這個打吃是什麼意思啊 勺子 這打吃沒有用啊 他自己這邊又沒連上 想要吃我 比氣應該也不太可能啊 他也沒什麼氣 這黑棋 欸 這什麼意思啊 難道我氣不夠 難道我氣不夠 不可能吧 還是我真氣不夠 挖一個 挖我可以沾這邊 會好一點嗎 挖我沾 他打吃完沾這個再挖 1 2 3 1 2 3 4 哇我還真氣不夠啊 等一下我沾這邊會不會好一點 沾這邊好像是好一點 9 8 7 6 5 4 3 是不是還是氣不夠啊 欸他已經算輕了是嗎 他挖這個我不行啊 喔 不過剛才沒雙這個 嘖 我是不是這一手不要沾 我應該來雙這個 吃5個 衝過來 變要挖死了是吧 哇我現在也沒得想了 我只能 設法炎氣啦 這個攻殺 他一挖 打吃 欸我剛才沒打這一下 喔攻殺一時沒算清楚 挖這個衝過來 挖這個我沾 幾 7 6 5 4 3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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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有得搞嗎?打吃完 從這邊再煎出去 他現在肯定要戳這個 戳我沾完走 所以他戳的時候我就先煎出去 從這邊戳有得搞嗎? 想辦法逼出他的失誤 他提了 提了?那我豈不是就海闊天空了 往前繼續戳 怎麼下會比較好 貼這個 貼這個他可以飛出 還是貼這個 貼這個好了 他如果要這樣虎我們就順勢再搬 他把這邊我 他把我這塊給放跑了 但是 他這邊可能還是要繼續追擊 而且我這邊剛才被他沾到這邊硬腿之後 我這一塊 挺危險的現在 還是還是很艱難的這局面 先沾再說 這等一下一跳我這場 我還是得利用這場來做火 所以 先把他跳出去再講 先把他跳出去再講 所以我想說這個頂不能輕易賣掉嗎? 我就先單跳 好狠啊 繼續殺喔 這能不能嘗完一下 嘗完一下衝一下再跳下來 喔好像可以 這邊我有個衝的先手 這邊我有個衝的先手 好不管了 直接先殺下去了 這怎麼變成這麼複雜 這個共殺 前面這黑騎有夠狠 不給我深入啊 這一定是他自己先不給我深入了 我要不要先衝掉這個 不然我等一下跳他有可能先尖 再衝過去 好最後考驗你 還有有沒有要殺到底 他要殺到底就是衝 那我再跳下 不過他肯定也死不了啊 他擠完一頂他就活了 他如果繼續拐一下 那我就從這邊 欸這個貼過去 欸有沒有變成 有沒有可能變成我要殺到底了 有可能欸 欸 我把他殺到底 這樣繼續殺 他貼這個 哇這個攻殺 沒算輕啊 有可能欸 我覺得好像可以殺欸 我是沒算輕 但是我是覺得有機會 就把他殺殺看 你看 這騎真的越來越變態了 真的 貼下來 這有沒有幫忙夾一下 之類的東西 幫忙夾一下 9 8 7 6 5 4 4 還是直接這樣盯下去好了 看不太清楚了 本來有點想用尖的 不過這一下沒沖到 他有可能會擠過來 不過擠 我好像也是可以很頂 好像可以 應該也差不多 這個收器 哇這個收器是怎樣 有用嗎 沒有什麼用 藏不住氣 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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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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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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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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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2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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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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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2 1 2 2 2 哇!我太會撿了 我直接兩眼做活 連收氣都不用了 太好了 解決我的困難 欸! 他這邊 腳上好像還有東西是嗎 腳上這還有東西是嗎 我是沒活是不是 不過這個要比氣 他氣一定不夠吧 我這個裡面看起來很多氣耶 這個氣 這個起重也是 他也是蠻乾脆的 直接就投降了 好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的對局 這盤其實在前面布局還算是雙方勝率差不多 不過在左下這個扣完長後這個虎 我算是掉了蠻多的勝率 這邊我應該用斷的 斷後續的變化還算比較複雜 這邊稍微簡單講一下 那白棋後續藏進去 那再爬 黑棋搬沾 這邊後續呢 白棋這邊可以點進來 那黑棋啊可以來走這個夾 那這邊白棋顯然不能夠再立足度了 黑棋這個斷完之後 這邊再打穿搬過來黑棋 白棋當然是要死 所以白棋必須得沾 那麼黑棋就渡過 那麼走到這邊之後呢 後續白棋如果說簡單這裡接監住的話 那麼黑棋做這個沖完之後再團住 那這裡面的攻殺呢 假如說白棋不要凹這個緩氣節的話 這樣子也是緩的非常多氣啊 基本上白棋不太會這樣下 假如說白棋不要去凹這個緩氣節 那麼就是這樣子走 那就是黑棋快一氣的 不過這個黑棋其實也是吃的蠻小的 白棋外面還算蠻厚的 所以說在21這邊跳過來之後啊 黑棋也是有可能先不去下這邊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白棋這一條呢 也是蠻孤零的 黑棋有可能就先攻過來之類的 所以這個也是不太一定 那另外在白石器這邊呢 也有可能這裡先打積過來 那但是這樣黑棋有可能不會去接這個 就是他契合就走一個尖粗 那麼白棋體黑棋再貼上來 就是白棋把這邊黑棋給破了 但是黑棋也把白棋這一帶給穿破 那這個後續白棋可能就是先處理這一條 那黑棋也可以把這個再走回來 那白棋可能在弧去作演之類的 走成這樣子應該說雙方也是差不多啦 那剛才這一圖 這個白棋打吃算是首選的樣子 那麼這個白棋尖可能稍微不太好 所以這個白棋可能要打這個 那麼雙方形成契合這樣的一個局面 那另外黑2這邊如果說大家對這個攻殺 覺得不太有信心的話 可是簡單沾其實也是可以 不過這樣子走就是白棋少一個打吃 那白棋就是少一氣 所以這樣子就攻殺更減民有利 不過這邊局一他用虎的可能是說 這樣子虎的話對這邊的支援 可能明顯是更好的 所以我實在沒有去斷這個 讓黑棋這樣簡單補後的話 那麼白棋算是不太好 勝率降非常多 那黑棋掛腳過來之後 我後續這個拖完斷 更明顯是讓局面變得一去不復返 他整個趴在地上 那這裡的話我可能還是先簡單點刺一下 這邊角翼似乎是蠻推崇 白棋應該點刺一下之後 就走到中間間過來 那麼黑棋呢 渡過 那白棋再回到右下 所以右下其實我就簡單一間低甲就好了 也不用想太多手段 雖然說黑棋點腳進去看起來是蠻實的 不過這樣白棋也還算可以的進行下法 那總之這個實安這一串 確實是非常不好 那這邊我可能要選擇立下會稍微好一點點 不過這應該也是蠻差啦 被黑棋接過去 那麼白棋這樣交換 可能這白棋看起來也是蠻不理想的 但可能還是比實安好一點 實安這個被黑棋跳過來 這個白棋太慘了 因為白棋只能像 基本上應該也只能像實安這樣繼續跳 去做一個出頭 那但是這個跳的交換 白棋非常不好的原因就是 雖然大家都跳了一大排 但是黑棋這個面啊 明顯是發展的方向非常好 也是白棋想要發展的一個方向 後續他隨便雙飛驗過來 這白棋這一顆都保得要命了 那麼白棋跳了這個面 當然是非常的 非常爛的一個方向 這完全是不毛之地 而且黑棋還有一朵花在這邊 閃閃發光 那白棋完全毫無法案 走到這邊是很絕望的局面啊 但是這個點次還算是有稍微幫我打開局面 這邊硬把它衝過來 雖然說這勝率還是完全不行啊 但是至少開始比較有得搞 那這邊黑棋非常狠喔 直接這樣子 他可能氣算算出來覺得他可以 所以就直接這樣弄過來 那這邊如果我像局域這邊 直接硬沾的話 那應該是肯定不行啊 這被他挖過來 應該是慢一氣了 這慢一氣 一二三四 一二三 所以這明顯不行 那我實戰是想說 他衝過來硬尖 搞出一點花樣 不過這邊如果說黑棋 實戰黑棋是提過去嘛 讓我衝破了 那這裡如果黑棋還是強硬封住的話 那麼白棋還是不太理想 那這邊大部分算單行道 那再沾住 後續的話 黑棋如果說擠過來 那麼白棋斷掉 那麼黑棋這邊應該是會來打中間喔 打中間 那麼白棋這邊要補一手 走成這樣子 黑棋把這一朵這邊全部摘掉 那麼再搶到這邊 看起來白棋勝率應該是蠻不理想的 那或者是 黑棋也有可能可以考慮沾這邊 那沾的話 白棋收氣 這裡頭會形成雙火 那白棋這邊可能要補一下 否則這黑棋斷完爬過來 這一顆要死掉的話 那裡面也跟著全死 所以白棋可能要補一下 那麼 黑棋也就還是可以拿到先手 這邊也可以先點刺一下 喔我覺得黑棋選的這一圖可能不太好 因為黑棋這整條好像還有點薄薄的 經過這邊點刺一下也挺難受 所以我覺得黑11可能就是照剛才擠過來就好了 把中間這一條吃爆就好了 那這邊黑棋應該是不太能打這個 因為白棋可以打三顆 你如果提掉的話 那反而變成黑棋這一坨自己死掉 所以如果走成這樣 那黑棋還是得回來這裡 那就是跟剛才一樣 就這樣提過來提過來 那黑棋拿到先手 再走到這個雙面 應該是黑棋相當不錯的局面 所以這個實戰被我跑出去 就白棋燃起一絲希望了 那麼這裡算是黑棋最後一個 應該是最後一個吧 可以反悔的機會 他應該就跳 跳過就好了 整條大龍要跑出去 然後實戰 硬要封鎖 被我雙方對殺 那黑棋不行 這樣的話應該黑棋還是比較不錯的局面 黑棋還是稍微好一些 這個是白棋勝率 只有不到20 這白八可以考慮 前面看有沒有機會先點刺到一下 因為黑棋如果想要攻這條白龍的話 那這兩顆不能掉 所以這樣可以考慮先點刺掉一下 前面我應該也有機會點刺掉 那實戰走成這一圖 那雙方魚屍網坡 那最後結果是黑棋不太行 不過這邊我實戰 應該可以有更簡明的下法 就是他實戰好像單立 那我這邊應該可以衝過來 那再打斷 先手打斷他之後 再點刺一下之後 這整個黑棋變得非常的重 那我這邊 首先我可以先來沾一下 因為這個沾對裡面的黑棋 如果說他跑這一塊的話 那我再做眼 這樣子裡面就形成有眼殺瞎 因為攻氣太多 這個攻殺黑棋基本不行 所以黑棋如果要來滅眼 不管什麼要滅一個 滅一個眼的話 那麼白棋再回到中間 譬如說跳過來 或是飛過來封鎖 那這裡面黑棋這一塊可能也不行 所以這樣子應該會更簡明一點 就是利用中間這個去斷掉黑棋 然後再來走一個有眼殺瞎 或者是殺中間 這樣黑棋應該更快不行 實戰的下法其實也是可以 不過剛才那個再衝過來 可能會讓黑棋更難受 實戰等於說讓黑棋去補了 那這邊決定是推薦黑棋擠 那擠完再貼 不過這個白4我認為 我認為有帶上去 我認為白棋應該要擠過來 那擠過來的話 黑棋 他來不及去做這顆眼出來 因為這樣白棋斷掉就肯定就活了 所以白4我認為應該擠 然後再來沾這個 那這樣子就跟剛才講的一樣 就形成有眼殺瞎 因為這邊攻氣非常多 包括這邊 所以白棋只要做出這個眼的話 那攻氣全部歸白棋 因為有眼殺瞎 所以這樣子黑棋攻殺 肯定是不行 所以他擠過來其實也沒有用 那實戰這個我擠過去 他這邊如果這時候再去擠的話 那還是沒用 因為他還是得回到這邊去接 他這邊先擠一下 還是做不了這個眼 你都交換到也是沒有用 白棋只要一擠進來 那就是宣告有眼殺瞎 那我會說有眼殺瞎 就是因為這邊 你看這個攻氣這樣子 黑棋如果要收白棋的氣 總是得回去這邊填 但是你看他自己這個 這根本沒辦法 因為這個會有接不貴的問題 黑棋還是甚至得先自己連 那當然就收不過白棋 所以這邊形成有眼殺瞎 那黑棋還是不行 所以其實實戰也OK 實戰的下閥也沒有太大問題 我就先做出一隻眼去逼迫黑棋 所以這邊的攻殺其實也還蠻簡單 還OK 好那這番棋 黑棋算是比較可惜 前面我包括左下失誤 然後還有這個跨完段 這個非常大的失誤之後 黑棋取得巨大的領先 那但是呢 比較可惜的是他這邊 有幾個機會 包括說像是 這邊應該直接封鎖 或者是 這裡應該還是黑棋就跑出去 讓 讓白棋跑出去 然後自己也要跑出去 這樣子 可能黑棋還是稍微優勢的局面 好那這番棋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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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